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3号 星期三 大家听我这个声音 有那个鼻音 就是 就是新冠的一个症状 我星期一开始 那个嗓子有点痒 然后有点咳嗽 全身有点不舒服 然后第二天 也就是 昨天呢 早上就出现发烧了 37度4 全身疼 头疼 还有咳嗽 然后到医院去做这个核酸检测 今天早上这个结果出来了 是阳性 也就是 感染这个新冠病毒了 昨天中午 那个体温是38度4 医院给了一个星期的药 那个药呢 是退烧和那个止咳的药 效果还是有的 现在还是有点咳嗽 但是这个烧降下来了 今天早上的体温是36.3度 然后这个全身和头的那个疼痛也没有了 但是还有点疲乏 今天早上就给公司打电话 休息一个星期 就从我得病那天开始 也就是星期一 21号开始 到27号 但我要到下个星期二 再去上班 呃 就这个 得了这个 感染这个新冠 这个病毒以后 自己的感受呢 就是 嗯 身体上是 挺痛苦 精神上还是有点压力的 呃 就怕那个 得不到什么治疗什么的 再提一下哈 到医院去整 去检查的时候 都没有进医院 就是坐在车上 然后他来取这个样本 呃 给我这个药 他那个 给药呢 就是听电话里面 我告诉他我有什么症状 他就给了我一个星期的药 嗯 然后有一点不同的话 他帮我测了一下血氧浓度 因为我是学医的 我懂哈 这个很重要 嗯 就是会引起这个呼吸困难的这种症状 就是要加重了这种 有这种可能性哈 他那个血氧浓度是不能低于93% 这个呢 一般人是测不到的 他有一种专门的仪器 所以那医院帮我测了一下 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低不低 他说没事 呃 这也是判断这个病情严重 和 那个轻的 一个 跨界线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血氧浓度的 这个变化 嗯 总结一下哈 就是 得了这个新冠 嗯 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不要自己就是买点什么药吃了 因为我自己是学医的 我懂我也买到药吃 没有用 嗯 然后 这个头疼啊 这个发烧啊 还是挺难受的 大家就是 呃 也只有忍一忍了 呃 特别是年纪大的哈 呃 注意 年纪大的人 或者是 呃 还有那个 呃 怀孕的 怀孕的妇女啊 身体弱的那个 小孩子啊 嗯 要注意好保护自己 呃 我现在身体情况还是可以的 这个说话有点病以外 呃 也没有感觉什么很痛苦 就休息一个星期了 然后把那个药吃了 呃 隔离的话 我自己就在家里面 我现在是在自己车里面 我也不出去 我一般周末就买了一个星期的菜 在家里面就是 呃 自己煮着吃了 平时反正也是自己在家里面 自己煮着吃的 都不到外面去吃 呃 但是说句心里话哈 让我一个星期 闷在我那个十平方米的 那个家里面 我真的很难受 我难受起来 反正我就开着车子 到外面去逛一逛 那我也不下车 等会我就开着车子就回去 呃 就向大家汇报一下哈 谢谢你们的观看 嗯 明天我继续来这里发视频 拜拜